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收看山人物间 富士山 标高3,776米 是日本最高和最著名的山峰之一 它是一座活火山 亦都是日本国家象征之一 它是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 距离东京是大脚100公里 每年夏天 都会吸引了数万名登山者来探访 为求可以看到如来光 登上富士山主要分四条路线 我们今次选择的路线是行程最短 但是爬升波到最急的富士公线 今次虽然是我三天内第二次登上富士山 但是今次我会用两天一夜的方式登顶 除此之外还会带大家看 不是那么多人提及的保佑火山后 富士山对上一次爆发 就是这个火山口 想知道今次我们看不看到如来光的话 就记得看到条片的最后 今天我走的路线 就先由富士公口五核木出发 途经六核木 保佑火山口 七核木 元祖七核木 八核木 九核木 九核木半 再到达顶上富士公山屋 住宿一晚等待日出 再沿路折返 回到富士公口五核木撤退离开 早晨 现在是第三天的早上7点40分 现在就在富士公宅隔离一个酒店 我们今天才是正式富士山的登山 另外两位澳门朋友已经到了 不过我现在要駕駛入油先 之后我就去停车场再跟大家分享 不过出发之前 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记得按下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了这个频道的最新资讯 记得订阅我的IG 大家那天都看到富士山顶有多惡劣 今天天气好了很多 虽然天文台都是C级的天气 昨天一定是最差的 下了一场大雨 但现在清了很多 希望山神保佑我们有一个好的天气 可以看到雨来光 入油先 入了25L 太多钱了 4,000元 4,225日圆 好便宜 即是二三百元 便宜香港一倍 现在设置了车的导航 那我们呢 驾车去客车的地方 是25公里 大概56分钟才会到停车场 刚刚就进了停车场 我们是过夜的 那它就会跟你征收1,000日圆 1,000日圆之后 你就去拍了 应该是可以拍到你拿车为止 接着它会告诉你 严禁弹圆登山 即是会怕你有低温症 高山症 或者落石那些 要注意安全 那我们现在下车 就可以搭这个的士 因为我们计算的数 我们有4个人加起来坐的士 是比坐巴士的还花算 是比坐巴士的 不用等了 那现在Let's go 走啦走啦 前面有个洗手间 开源去完洗手间 才再坐车 哇好漂亮啊 你看看 整个富士山现在清了很多 还会看到一个火山口在这里 那天都介绍过了 不过现在循例再说一次 现在的士走了 我们要坐巴士 就是每人1,170日圆 9点有车 现在是8点55分 下了巴士了 现在身处的位置 就是富士公五合目的巴士站 也是登山口的入口 现在时间是10点早上 那我们的队友已经在前面了 先介绍一下 登登 来自澳门的朋友 Kenneth King 是 和Anthony Hello Anthony就和我一起上山 他就在这个 六合目等我 但是呢 天气太惡烈了 他就下山 避难 那我自己就下去 非常狼狈 接着呢 我就和这两位 来自澳门的朋友 说了我的故事之后 他好像不多相信我 你看 多大隻 现在呢 现在呢 应该是十几度 这个五合目那里 十九 十九度 但是呢 他仍然不怕冷的 那这位呢 就不怕冷的 现在都说有点寒暗的 那我就叫了他去买衣服 他说应该不用的 那我们呢 都有保温求救箭的 有什么事呢 就应该没事的 那我们呢 你信不信我上面的天气那一点 信 你信 试一下吧 没事你会看着我的 你信不信上面是好恶的 信一下吧 因为上下一次了 是 他未知道山神的威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富士山 看下今晚的 会怎么样 不用看今晚了 上到八合目你就知道了 有什么事我抱着你 哈哈哈 不要紧 你有枕尖被我们的 没错 好现在我的装速呢 就和那天呢 就不同了 那天呢 我就是越野跑的装备 因为那天呢 山脚的时候呢 南天白云了 现在呢 已经凍了很多了 那我现在做Full Gear的行山车 那 那 那这件呢 是防水外套啦 里面呢 暂时穿着短就生的 一会儿呢 会在里面 然后呢 我有手套在那里 那另外一会儿 如果再下雨呢 就有防水手套啦 那另外呢 就穿着一条长褲 今天长褲 还有 防沙石的脚套在那里 防止一些石头和雨水 进了脚那里 万无一失了 那还有相机在那里 那还有 那些防水袋啊 全部做得很好 因为那天呢 我就被水呢 弄坏了一条充电线 除此之外啊 今天呢 我的背囊呢 就和那天不一样 今天呢 就是一个灯山的背囊 多一些啦 就是这个 麦姆的 35厘 Duncan的Spine 那里面呢 会有个支架的 那所以呢 就算我的装备重呢 那我承托呢 都OK啦 那就不会感到很累啦 那虽然呢 这个重量就比我平时之前的背囊呢 重了少少的 那但是它承托力呢 你就感觉不到会 背囊很重啦 就是这样啦 废话不多说啦 我们现在立刻进发 好 好啊 好啊 这里就是洗手间啦 洗手间旁边呢 就可以买些东西補给 买东西補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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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转了呢 就是灯山口啦 灯山口之前呢 带大家看一下 外面的云海先 好漂亮啊 一会儿不知道 上面还看不看到啊 你知道天气啦 变化莫测 哇 多漂亮 走完楼梯转右 就是上去 这个灯山口 在前边 那呢 之前有观众跟我说呢 五合目 有得拍车啦 那呢 我们了解过了 这个停车场呢 是不可以拍车上来的 我们打个电话上来问 那所以一定要拍回 刚才的停车场 那这里呢 就会有很多指示啦 你可能 留意着 大院灯山危险啊 各方面的东西 哇 这里还可以买一个 十周年的 纪念品哦 那现在呢 就起步了 那这里是个地图啦 那我可以呢 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在这个 五合目的地方 保永山啦 在我身后面 就是二千四百米 五合目的木牌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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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你好 你好 好美啊 后面的云海 今天呢 就慢慢走啦 可以细心点 拍清楚 这里的风景 给大家看啦 还有今天天气比那天好 暂时的风都不是太大 OK 左手边是这样的 那头段呢 五合目 上六合目呢 这段呢 是比较容易走的 因为都是火山灰的 暗上斜 那去到那里呢 就会开始糟糙一点 谢谢 Anthony 感觉如何 今天好很多 天气又好 还有地儿濕很多 脚容易走很多 前几天呢 就麻烦点 太大风了 太大雨了 地儿是濕的 今天就舒服很多 環境又OK 今天重装上来呢 是不同一点 辛苦了很多 已经喘气了 开始大风了 这儿就是六合目的云海装 里面呢 有很多纪念品的 如果大家想买些棍 走山座来做纪念品呢 就可以在这儿买着 进去吸引 那 1300和1500 经过这个位置 就是六合目的保荣山庄 为什么刚刚那间 叫做保荣山庄呢 其实呢 有个故事 就关于这个 火山口 那我现在等Anthony解释一下 Hello Hello 保荣山呢 就是呢 富士山最后一次爆发的地方 就是对上一次火山爆发的地方 大约呢 就是300多年前 1707年时候爆发的 当时的爆发呢 整个江户城 即今天的东京呢 是被所有灰尘笼罩了 是几天都不见天日的了 整个当时的人呢 是要用蜡烛呢 才可以过活的 因为他们日夜不分的了 已经 那我们现在走过去那段呢 就是去它保荣的第一火山口的 那它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整个火山壶形呢 火山灰呢 是比我们看到的 但是那些火山灰相对来说 比较难走一点 因为它不紫的 是的 那 而一个比较注意一点点 就是去到马庵的位置呢 因为它两边都是很斜的 那 好像我们之前那几天去呢 就非常之十二级大风的时候呢 那个人是吹得动来的时候呢 重量呢 你们去到走的时候呢 重心重量会弄低一点点 如果不是吹动来呢 它旁边呢 就会可能吹跌下去了 有点危险的 所以就 尤其是走到马庵的位置的时候呢 大家要小心一点 那我上面补充回 那很多人呢 不知道 因为他们走吉田线呢 就在另外一边了 那他们呢 就以为 只是中间呢 有一个火山口 其实呢 这里呢 都是一个火山口来的 是最近一次爆发了 是第二火山口圆的爆发了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就可以走这条线呢 就带大家看一些 在第二条线看不到的景点啦 这个分岔路转了 就是富士山山顶啦 那我们呢 今天不上去住 走了 保泳山 看看那个火山口先 正啊 走一些新路啊 这边是最好走的 所以我 我以前过人说 这边有这么多渐渐 在这边 是最舒服的路 但是 其实这边都是一个 交流的 很为了工具 工具 工具 那些路段 找这枝瓦克 这枝瓦克 哇 这里是正啊 可以慢慢探索 我现在走这段 保泳火山口呢 据我所知呢 就不是那么多人介绍的 那所以我就尝试一下 走多一点点路呢 就拍给大家看 这个位呢 就是那些浮沙碎石路啦 但是呢 不得超的 那旁边呢 就是一个大斜坡啦 但是都不危险的 因为条路都阔啦 在这个位置有一点 催俱 没什么的 因为如果你这里搞不到 你都不用指示上去 富士山的啦 刚刚呢 那边那个 登山客呢 就跟我说 那边很大风啦 那我们都知道的 因为Anthony前几天呢 就走了 那所以等一下我们 在附近那里 看一看呢 就会离开的啦 这里左手边呢 那边呢 那边呢 好像有条路可以上得这样 但是不要乱上了 我们要跟回个箭址 好好走喔 这段路真是 保泳山 哇 原来那边呢 是海岸线来的 尾那里 有云啦 又海啦 又绿色啦 哇 所以呢 好漂亮啊 就是这样的啦 沿途这个位置 这个路况好漂亮啊 所以呢 如果多了时间呢 走来这里 都是不错的 哇 这里看上去前面 有人多漂亮 哇 我终于看到火山口了 好漂亮啊 这里 瘋了 马鞍为什么啊 马鞍呢 就是这里呢 上面呢 形成了一个 好像一只马鞍的 你见一条线 上到去的时候呢 它两边都很邪的 在中间只是一条 很窄的路给你走 那你走到最顶端呢 就看那边的山的景 即是吉田线那边的山的风景 那加上这边呢 看下去呢 看了整个 整个日本海啊 跟着整个富士市啊 还有山景啊 云景全部都看到了 那位是非常好的打卡点来的 所以呢 马鞍山点 叫马鞍也是一样的 那我上次去的烧鹅呢 它又是炸了一条路呢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我们就在中间一条路上的烧鹅 一样的 一条路上去 然后左边就是南风 和北风 那就是正正一样的 这个位和烧鹅上的位是一样的 就形成了一个凹在去的位 但是呢 它这里就平一点 所以 可能这里是因为 是火山灰的颜色多一点 而那边呢 就碎石多一点 但是火山灰难走很多 你猜不一定 对啊 因为那天我那个 我那些还有噴烟的 我那些还有噴烟的哦 哦 那你那些是比较活一点的火山 对啊 这里也很漂亮 很漂亮 哦 你就说走这里很难上 是这段难上 我最主要扭到这个位那里了 你上去上去啊 我上去到顶的位 但是那里真的很大 那天的大风 那天十二级风 哦 我不是说我和日本夫妇 大家一起在那里 大家都坐下了 不敢走 爬着爬回去 G字形那里下 在这个火山口呢 拍完照了 那我现在要撤退了 那撤退之前呢 爬一个360度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后面呢 就是云海景 后面呢 就是这个火山景啊 好漂亮啊 现在呢 沿路回去 一个六合目的那间山屋的方向呢 就可以去回分叉路口 继续上七合目的了 多漂亮 这条山脊 这个分叉路口啊 右手边写着富士山山顶 3.8公里 240分钟 有需要去洗手间 就在这里付钱 就可以进去了 200英 这条路线呢 这条路线呢 全部都是这样的了 大大小小的碎石啦 接着呢 很急地攀升上去 好像这些路线那样 就有点难了 这条路线呢 又平换回了 没有刚才这么急 不过一会儿过了 八合目就来了 有点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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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天拍不到 现在拍着这一段呢 有几斗潮 上来 好 这一段又舒服回来了 没那么多大石 这一段上山的途中呢 后面很漂亮啊 今天看到呢 后面 那些山路啦 云海很厉害 这段路就是这样的啦 保持着有些 少少高低叉起伏的大石啦 还有些木的手作步做楼梯啦 这段都不算攀升得急的 今天天气呢 比那天好很多 虽然现在都大风 但是跟那天比呢 相差九丈远 还有呢 能见度都清了很多 好彩好彩 那些风呢 吹完火山灰呢 进去气管那里呢 就会很容易吸咯 我平时呢 不是有气管病 这几天都没事的 明明 但是在那里走呢 就很容易会吸咯 那在这个六合目 上七合目的路况呢 都算是容易上的啦 虽然斗召呢 但是 没什么大石啦 我都能盯不住呢 就要在那里休息啦 哇 厉害了 小朋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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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不到七合目之前 这段楼梯都挺金的 七合目之前那段呢 后面很漂亮的云海 今天天气真的好了很多 那很多人呢 幸好计划了上来两次 我睡了 这段路都很辛苦的 你上来的那些人呢 都走幾步 要休息一休息一休息 那这朝啊 六 七合目 如来干山庄 到达 后面很漂亮的云海 有很多人就會在這裡住宿 我要坐下 換一換電啊 高普沒有電啊 離開這個七合木的如來江山莊之後 立刻大風很多 現在這個位置飆高2780米 去到3000米就寂寞 還有呢 再會大風很多 還有這段呢 都好像剛才那樣的陡峭情況 都是這樣的 嘩! 你看看海放看 看看山路在上面啊 500米左右 這段路的路況是這樣 都蠻金的 沿途超級陡峭 還有很多大石 唉!這段路 突然之間沒那麼大風 好很多 浮沙水蛇 真正的 走一步退一步 超美啊 雲海 嘩! 這裡後面呢 我們看到剛才我們那個 保泳第一爆口那裡 超清的 嘩!前面有個很漂亮的蘑菇雲啊 一會兒走前一點 再拍給大家看 看看會不會再清楚一點 看會不會再清楚一點 很高暈啊 嘩!很大風 繼續 距離這個新七項目呢 還有300米啊 那我們現在繼續向前 進發 Anthony在這裡努力上來啊 另外兩個澳門隊友呢 在山屋上面等我們 可能在九項目或者十項目 因為呢 我們拍片呢 用了太多時間 那不想他們等到冷 我就叫他們先走 然後在山屋上等 嘩!這裡很大風啊 還有元老這條路呢 都比較鬥潮 很多人呢 都要在這裡休息一下 現在這個位置啊 已經是3000米高了 距離前面的 新七項目山屋呢 還有幾十米啊 就來到山屋這段位置呢 很難走啊 算是有幾十米 還有很大風啊 每走一步呢 都很辛苦 超大風啊 又直啊 又大風 海平高高3000米 嘩!挺辛苦 有幾十米 距離最後大直路啊 那後面呢 這個牌就寫著 富士山山頂 還有2.1公里 130分鐘啊 官方時間 去八項目呢 就有五百十米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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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呢 好美啊 坐在這裡 這個位置呢 就是元祖七項目了 三千米高的海拔啦 好大風啊 三千零一十米啊 所以呢 我現在在這個位置呢 已經要戴手套啦 還有穿到一件 飾在裡面的了 嘩!吹到頭都痛了 剛剛呢 蓋著拍片啦 等到人都冷了 現在呢 頭開始有點痛了 待會再這樣下去呢 就要拿頂拉帽出來戴 離開元祖七項目的路況 都跟剛才差不多了 保持著16-20%的波度 這段上去呢 就開始金了 因為呢 是保持著大石頭 還有S型的 剛才那些只是防沙碎石 現在呢 是大風啦 加上大級啦 再加上斜啦 大風到怎樣呢 現在拍給大家看吧 那天沒有坡呢 即是沒有影響 這裡開始是難上的啦 好像東九雅那樣 很暗殘 還有斜啦 未必是東九雅 可能是暗殘的 現在有一支坡呢 才可以一路走一路拍 那天都不行 然後… 百雅目開始 天氣就不好了 很惡劣啦 超斜超大風啊 看這一段努力的照片 你好 這裡白宮不足200米 這裡好冷啊 什麼都看不到 這裡好累啊 這段是其中一段最辛苦的 這隻手套結了傷 我要換那個暖的那個 這裡就是白合木山屋 什麼都看不到 海拔32500米 我呢就有一個 我幫別人鎖匙扣的運動計 現在呢 這裡是5度 整裝完對手套之後 現在要繼續出發 離開這個白合木 啊 越吹越不對路 快點 上去山屋那裡 先穿回衣服 如果要去洗手間 就好像他這樣 給200日圓 就可以了 不用 行多了 行多了 我來兩天都沒試過幫助 坐上洗手間 我來兩天都沒試過幫助 坐上洗手間 7th 最後這一段是最浹黄的 還有一點便到了 不過很累 加油 還有幾十買的刀 這裡好像在走沙地一樣 其實是火山灰 我們看到一個鳥居 代表我們到了 超辛苦 剛剛那段 最後這幾扣 手已經冷到無知覺 戴了手套 可能剛才因為拍片 看到嗎? 濕了一隻手 濕溫了 穿過這個鳥居 頂上副士工 Yeah 上面還有另一個鳥居 我們到了到了 我到了我住的地方 就在這裡 頂上副士工 這個就是頂上副士工和旁邊一個郵局 最高的郵局 但還沒開 要等到六點 前面就是去見風 進來我們見到Kennett和Kennett 喂? 到了我 Hello 到了多久? 多幾個小時 多幾個小時 我看到了一個神社等四點 是 是 Anthony Anthony 應該最少半個小時 九個小時 是 你說他要穿上來這裡 是 現在就身處在這個 富士工頂上的山屋裡面 剛剛穿過了衣服 好冷 個個都定不上 幸好我戴了衣服 現在就先去拿東西吃 還有要等七人才可以check-in 剛才我朋友在下面遲了 因為他要慢慢休息才上來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捱著肚子 我要等他才可以check-in 下個咖喱飯 終於可以吃了 面試湯 所以我們在... 我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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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她是吃素的 她是吃素的 她說十年前已經吃素 很多德國人已經有... 已經是在吃素的 都是因為不想殺身 還有健康 不是... 剛剛可能會破街 我只是... 寫給訂閱者 你是餐廳嗎 對 對 她住在天鵝堡附近 天鵝堡 我是餐廳 哈哈 天鵝堡 天鵝堡 哈哈 吃飽了 現在呢 就上去我們的床位 看看什麼情況 我們呢 編排了 上去二樓 等一下要脫鞋 帶大家看看 這間山屋的room tour 好啊 進來之前呢 就要脫了一雙鞋 才可以走進去的 好冷啊 現在呢 滿一個皮鋪 現在5點55分 他們說7點前一定要睡覺 因為會強制關燈 但是呢 我已經很累了 所以呢 我催眠自己現在立刻睡覺先 現在準備呢 就吃我們預先訂購了一個早餐 那呢 都是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就有這個飯 再加這個 魚的 那些包裝 那就是魚飯 Let's go 哇 好漂亮啊 很多人在下面走上來 現在我們去那邊看日出 那邊應該是類似劍風的問題 這個就是火山口 這個就是火山口了 我覺得還不錯 好可愛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嘩 好冷啊 現在呢 正在等 不知道等些什麼 因為呢 現在沒工作了 等下一點下去 又剩下一個尾台 這就是富士山淺間大舍的旁邊 很大風 左邊很漂亮 回到我們住那裡 很浪漫 超冷 等下進去看看神社 現在是早上六點 剛剛油證谷已經開了 我看了一眼 比想像中小的油谷 如果你沒東西記 其實都沒什麼做 所以現在要撤退離開 Let's go 很多雲海 最美的這個鳥居 這個鳥居才值得拍 踩石頭 選大的一顆來踩 最安全的 你不會動 你選大的就不會動 好囉 幹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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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下山的途中 現在這裡是 七合目啊 七合目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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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六合目山屋那裡 這個分叉路左邊就是之前我們去保永山看那個火山洞那裡 現在轉右繼續下山就快到了 嘩 好熱 我穿了太多衣服 下去馬上斷 而且呢 很肚餓 這裡也可以跑 嘩 靈到了雲海 這條路下山就最簡單了 這裡左邊呢 看到一堆停車位 之前呢 有人跟我說可以開車來打 但我問過他們就說不可以 到了 到了 我們回到下來這個五合目 標高2400米 完成了 用了一個小時59分鐘 識標 快了那天過幾小時 天氣差真的差很遠 前幾天呢 前幾天呢 我 就是下到那些魚呢 好吵架啊 又冷 然後石呢 進了一隻蟹裡面 所以我今天呢 多了腳踏又好很多 那就可以跑了 有很多路都可以 紀念我們在這個富士公路線完成 很久了 1000日圓 1000日圓 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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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千元 1千元 1千元 我買了這塊牌 其實太大風了 買的荷樂品 先喝一下 终于等齐队友 现在坐巴士回去停车场拿车 之后我们会开车回去东京还车 下一集我会带大家去东京跑步胜地朝圣一下 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